大家好,欢迎来到广东话大圈子,我是一心 最近收到一些意见,觉得我说话太快,很难跟得上 我由今天开始会尽量说得慢一点 如果也是太快的,又或者有其他问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,我会尽量改善 今天要教大家时间 首先,几点啊 那我们一起拆解这几个字 几是一个经常用在问题里面的字 通常那些问题都是跟数字或者一个程度有关的 迟些我们会再学多些不同的问题形式 点 点最直接的意思就是一点点的点 而在这条问题上,它就是跟时间有关的 啊 啊 啊是一个在广东话里面很常见,放在最后的字 那广东话里面呢,有很多这些字的 除了啊,除了啊,除了几点啊,除了几点啊,除了几点啊之外,也有其他的说法 例如,几点啊,几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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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,我们就这样说说别的意思呢呢 就是时中的时钟 那所以几点钟呀 亦都是问答时间 那么多不同的说法 是不是弄到你头都坏呢? 简单点啦 其实几点呀就已经可以了 几点呀 九点 如果一个中数是答正的 没有任何分钟的 就是在点字前面 加数字就可以了 九点 九点 几点呀 四点 四点 四 点 四点 几点呀 四点 四十七分 四点 四十七分 四点 四十七分 四点四十七分 这个中数不是答正哦 当你说完小时之后 就会说分钟啦 几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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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分 在这个情况下就是 四点 四点四十七分 四点四十七分 几点呀 四点五十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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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另一个说法的哦 四点 踏十 四点 踏十 四 点 踏十 踏十 四点 踏十 四点 踏的意思呢 就是踏住个踏 脚踏个踏 十就是数字里面的十 那为什么是四点 那为什么是四点踏十呢 原因就是四点五十分的时候 针是踏住十这个数字 所以就是踏十啦 四点踏十 四点踏十 几点呀 三点踏二 三点踏二 因为三点十分 是踏住个二字 几点呀 六点踏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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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六点四十分 是踏住个八字 六点踏八 那如果就快踏正了 又会怎么说呢 就快七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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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现在复杂一下 今天学过的 几点呀 几点呀 几点 几分 几点 几分 几点 踏几 几点 踏几 几点 踏几 就快几点 就快几点 好 那大家就练习一下啦 都是那句 广东话是我无语 但是如果有任何错漏 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 是这么多 哇 十二点啦 吃饭先 就快点 听 好 谢谢观看